3月16号下午,青春有约,熟里通行,台湾大学生中华文化研锡营在四川成都避营,来自台湾世新大学、台湾大学、台湾名传大学的26名台湾大学生与26名四川大学生结为学伴,深度交流互动。 据悉,此次研锡营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主办,四川省台办承办,过去一周时间内,台湾大学生前往绵阳子同县文昌祖庭,开展文昌文化系列研学。 参观渡江宴水利工程,与大熊猫近距离接触,还与在川创业台湾青年座谈交流创业经验,并参观了金川博物馆,了解抗战历史。 来自世新大学的达尔学生詹宇杰告诉记者,此次研习对他来说收获最大的便是与四川大学学伴之间的交流。 我们从一落地到成都的时候,我们就和四川大学学伴做交流,一路相处了将近跨一半的时间。 还有在参观四川大学的时候,还会带我们告诉说,这是他平常的教学楼,这里是他的宿舍,这也是他们的食堂。 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说,这边的学校的大学和我们这边的大学非常的不一样,而且生活习惯啊,或者是一些作息等等都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,让我觉得很特别。 同样,来自世新大学的达尔新生钟馨余认为,两岸学生的交流其实非常重要,等他回台湾后,他要将此行的见闻讲给同学听。 我觉得交流非常重要,因为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整个行程里面就是跟四川的学生聊天,然后聊彼此的想法等等的。 我要学习的是,我要一边快乐,然后一边去学习他们的成熟本重,还有他们对未来的很多很多的想法。 台湾中华历史传播协会理事长李公勤,1995年就曾带学生参加中华文化研习营。 他认为,本届研习营中,两岸学生的深度交流令人收获满满。 这一次的安排,我觉得特别好,因为安排了四川大学,还有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的学生来做学办。 那这次交流是我这么多年来看过有学办交流,形成内容最丰富的一次。 那我相信我们的同学也收获满满。 李公勤还表示,台湾同学其实从小生长在中华文化之中,从未脱离过。 对我们台湾同学,其实从小生长就在中华文化,我们也从来没有脱离过啊。 只是来到大陆,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这所谓大传统中的小传统,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,能够更丰富我们中华文化的内涵。 这是他们最大的收获。 据了解,1995年至今,台湾大学生中华文化研习营已举办29年,先后有近5万名台湾学生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